这场学运让大家关注到这两位总指挥 一位是林飞凡 另外一位是陈维婷 每天两个人都在这个议场当中信心喊话 但都已经画个扫瞎 声音沙哑 说起来林飞凡她的个性比较成熟稳重 可以来整合大家的意见 另外一位陈维婷是敢冲敢言 比较善于激励人心 因此同样在现场 这位中研院的研究员黄菩昌 他就说他从反媒体垄断的活动 就跟他们一块接触 他形容这两个个性完全不一样 但可以肯定两个都是天生领导级的领导